新北 我们准备好了 全国运动会在新北 明年新北市就是运动年 定位奥运级赛事 全新北市预计有40处的比赛场地 而其中板桥第一运动场 是18年前的全运会开幕场地 历经时间风霜出现了毁损情况 新北市议员曾幻佳何博文等人举办会刊 板桥区公所表示 已经有进行初步改善 公所以照片佐证 路不平的部分做过修缮 但在经过实际会刊 破损的地方 仍有可能造成每天来运动的民众 不小心受伤 盘点出包括瓷砖剥落 路数占据人行道空间 造成地面突出 都必须在编列预算整修 发现它的问题真的非常的多 所以跟我们公所 还有市府这边共同来协助 以及帮忙 我们把整个道路上的一些坑坑洞洞 还有一些突出物 我们去把它做一个整平的一个计划 那透过这一次的会刊 能够让民众有一个更安全 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环境 能够继续去使用 那可能这个经费是比较庞大 可能要到高达上千万 那公所这部分 那因为它整个地地是属于体育处这边 在惠中有请体育处这边 尽量争取看是中央的前瞻计划 或者是市府有一些相关的经费 看能不能考量来办 板桥第一运动场的修缮问题 除了议员关心民众的运动权益 和明年举办全运会场地的安全问题之外 市府方面也向体育署争取一亿八千万 要修缮新北市四十处场馆 让运动休闲和赛事都能一并兼顾 记者林立如新北报道